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觉得就是从他来 从WIPO选手来之后 就是感觉我跟他的配合 越来越变好吧 然后随着他的沟通 然后他的话我感觉就是一个 判断局势 然后打那种 打团的时候很注意自己位置的一个AD 然后对线也很强 打团的站位啊 包括都比较好的 我觉得就是可能就今年就是算是 有一些人员变动嘛 然后大家其实整体的表现 我觉得还不错吧 然后版本的话可能抓的 也是算是还OK的 所以说就感觉大家整体打得还不错 好了 观众 欢迎回来 视频局的战歌响起 证明这场标舞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局 最后一局的标舞也没有广告 我们进入比较 就比较好 虎哥现场听战歌感觉怎么样 叶雪沸腾啊 反正我还杰斯这个阵容不太笨啊 这阵容还容忽力好低啊 哪里这边 但线上压力还好吧 因为上把对线是鳄鱼嘛 可以越塔 可以打野方帮越塔 这把还好 就把现场自己制造 在对线期不会有太大的压力 OK 确定了 那这边叶雪沸腾最终确定 再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WE的最后一半是空半 那出现恶鱼的图标的时候 有显示错误 这个空半有点骚啊 真的很好 而且现在这个局面 就是前面四把的东西 它是发声过 但现在没那么重要了 因为现在已经进入到最终的选项局 谁赢下这一局就可以挺进胜九组 不过好在两支如此强力的队伍 他们都有复活甲 是的 都还有机会 都还有机会 还有复活在 复活在 反正E一个阵容在我看来 可能会更加均衡一点 而且他们打团 容错力各方面会比较高 是的 打B一个阵容就是个节奏阵容 就是中西节奏不能断 你包括杰斯的发育 艾西的剑 确实 节奏不能断 凯南一级还是点的一 就不呼吸哥有点危险 呼吸哥 应该没什么 杀一个杀不到 没空 诶 俊佳是被捅得很惨 俊佳这边被捅得 非常狂捅 这俊佳 嗯 还好 两边都没啥空 走了走了 这要入侵一下了 这要入侵一下了 入侵先放个眼吧 哎呦 俊佳这边很尴尬 这也回不去了呀 这只能到下半区开刷了 是 但他其实这边没有放眼 对吧 嗯 但他感觉到 压力有点大 对 有危险 而且下面的那个入口是有眼的 反而下面这里是放了一个假眼 直接过来帮忙打 俊佳赶到 俊佳亏了两瓶药吧 对 就第一次人觉得可能呼吸哥要被白打一套 但其实最后是 这个俊佳吃了大亏 不过破败这玩意刷也还好 他也不是很伤 有回复 下落这里也被布隆偷了个 偷了个波动拳 这下落这对象我怎么好像见过呢 很熟悉 哎呦 这一波 好射 从任爱惜 射的飞鞋 哎呦 外套的血量很低啊 不过还好红刀可以慢慢的吸一下 一级的这个恶飞流斯 还是有点弱 主要是一级爱惜带从任太猛了 是的 这把恶飞流斯的输入环境也不好 这把恶飞流斯感觉团战 可以留志明去开开团 定力人 说实话 在刚才那种局里面 你能去想恶飞流斯的LPL 就那么两三支队伍吧 我觉得 这边抢到二以后继续的压制 中路 史诺拉若尔克才没有推到 上路的左也还不错 那边当然应该是一个视野剑 应该是能照到了 嗯 照到了 前期爱惜就这个剑啊 之前 我直接交闪了 因为这波上次是有二的 如果被定住招心捅上来的话 可能 有危险 你交闪也得回家 对吧 嗯 还不如保持一下血量 对 我还想继续兑线 接着这里打了个空炮 哎呦 这波定的还可以 车没了 有了个车 少走呗 这我感觉是杨阳哥的手 手感上来了 真的上来了 有没有 还有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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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他现在是优势啊 他把那个呼吸哥的药给打出来了 是的 现在只有饼干了 小葡萄节奏 哎呦 哎呦 杠杠的 推一下 这边香若斯是把篮已经打光了 对 在这边刻了个药 可以回一下 而且上路有人 军家呼吸哥这个血量有危险啊 这波但是兵线不够多了 而且赵新在旁边 戳了一下没戳到 没戳到很致命啊 反个石头就直接走 还有茫茫交土汉 过来再偷两个 对 因为你的上路有残血了 又Q了三个小的 39块钱到手 好转 那俊佳这波相当转 哎 他是已经打完核线上来的 这把 今天就感觉呼吸哥 就是完全弄不动 这个神像哥 不过还好 下路是WEU视线的 所以说 不会给到EDG双核线 感觉要交传送了 对 这波得交传送了 那神像哥这波线 推进去的话 就可以再回来 这波是有炮车兵的 我在想 他胜枪哥 要不要再去总路 哎呀 长一波 你就看神像哥 他这个补刀压 你的这个手感 是 我也感觉这个状态 状态不一样了 这边又照了个剑 再照这个 浮云哥的位置 他干嘛 相似的中路还是打得很好 这个 通过一波照新的帮忙 这个补刀 依然是打出了 差距 下路 这波是配合入侵 而且回家了以后 凯南也是直接交替上线 补真眼和暴力魔杖 哦 这也补了个暴力魔杖 还可能觉得 线上没什么压力 想继续的压制 杰斯的血线 很暴躁 很暴躁 然后第一波 发现机做不出来 先补个暴力魔杖 垫一点 这光头打新的拉股 要就是看走位好不好 是 这把前面有一个 照性的帮忙吧 先逼出一个闪现 其实有一些 刀死高的 肯定就不敢补了 对 这把其实W的中下两路的对线 是打得很凶啊 嗯 但现在上路有点抗压 中下特压 特压了十刀吧 嗯 有点危险 呃 因为这把WIFO是没有带这个治疗的 是的 定一下 好危险 但两边其实都没有带治疗 从任这个艾希 确实他第一波的这个 小爆发来得很快 对 搭配非常布龙对吧 对 快速地点出布龙的味道 一不小心就要死了 这边由于下落的优势 W直接动龙 五分钟小龙 嗯 是W的节奏 是的 节奏很好 这把反而是一笔记 比较往上半区去靠 因为现在下半区确实比较难 嗯 沈阳哥也是有六级了 哎 这边看到打完龙了 沈阳哥应该会稍微的给点压力了 而且军家也从旁边罩了过来 这边打也不在 但三角草有眼 这边就给点压力 让沈阳哥能够快速地把明显推进去 满血还是不太好 不太好跃 对 毕竟是个杰斯呀 有锤子呀 这里应该是 VIPO想清完最后一波线回家的 是的 咱也帮忙清一下 但那边要点MACO VIPO也是被点残 但布隆坠的Q什么时候出手 哎呦 这一波很尴尬 有点太瘫了 还要继续追 VIPO肯定要被杀了 而且瑞哥落地 瘦一起 MACO没闪现呢 这一波VIPO跟MACO两个人 VIPO也太瘫了 硬要吃这波线回家 活活被点死了 可以说 对 这人头还给香格斯 拿到了一个一血 这布隆加寒冰送点字 香格斯落地 人还没出现呢 人头已经到手了 这好爽啊 下路一个人头一个助攻 回到线上 而中路还没亏线 看一下下路 这波受伤 MACO有点太壮大了 MACO还帮挡一个Q 而且香格斯这个 真的下路拼起的一瞬间 他开始往下路走 哎呀 早点就要闪现 我觉得也 有机会走 最后再交一个闪现 明显来不及了 是的 直接落地 一个人头一个助攻 而且两个人头 全是给到了C位 这波W一下路很爽 现在上路的话 石阳哥这边 还是能稳得住 但是现在下路 有点裂开 很早的选到 一个费流色 但是这把对线 被寒冰给压得有点惨 中路还好推到了 不然如果香格斯这里定住的话 此后可能闪现又没了 是 哎呀 这波布隆过来是有六级的 对 这一波先锋应该就不了了 因为瑞尔刚升五级 而且你看这个布隆 等级好夸张 他是领先韩冰 领先那边MACO 因为刚才韩冰回家了 然后布隆一个人在那里 吃了一会经验 对 他单吃了一会经验 对 这边推到了 但是布隆啊 打不动啊 太硬了 死高了也没啥懒 不过布隆既然不在了 下路也是找准机会 压力不爱惜 这波一滴的想法是放先锋 然后拿下轮卡皮 对 先锋成功被背上拿下来 那这是背上的节奏 背上五分钟小龙 八分钟先锋 这节奏怎么满 是的 这边下路想动吗 但是W主动出击 有一个GP MACO直接坐上来 两个人都没闪的 MICY有闪 但那边上来不太够 所以这波艾尔克 艾尔克一撕去 没死吧 最后自告的是带着了艾尔克 哇 这一波其实挺危险的 因为MACO的坐行 是被布隆大招给积分了 所以MACO等级也很低 是的 他没有大招过来吸人 不过好在MACO这里 一撕去扛住了 他居然没死 感觉第一时间 艾尔克觉得是能杀掉MACO的 是 这波确实挺危险的 挺危险的 感觉本来是 打W塔下感觉要杀一两个的 是对 但希德拉后来的伤害 是把艾尔克带走了 是 因为希德拉这边的伤害是爆发嘛 嗯 而且这边还交着TP 反正被布隆大招给击飞了 有时候这波瑞尔 其实没干太多了 可能还一撕血啊 最后被希德拉弱的退弹 没打退了 是的 海南上路送一波线 杰斯也是 及时赶到 还没有亏线 现在双方上路好像变得五五开 嗯 慢慢的 又补回来了 补回来了 河蟹应该是 W要控回来了 这边可以控下这个河蟹 还有一分钟的小龙 这波小龙的话 两边上单应该都是TP赚好的 下路的ADC都没有闪现 嗯 哇 背上等级好高 八级 这把鞋W的野斧 还是等级比较领先的 对 俊佳这边也快到八了 可能就差个一组半的经验 来 想过来 听闯了 沉加Q 嗯 但成绩交了 这条小龙 小龙应该也能挡 还行 能转出来 但现在问题是 ETG可能 这这波能打吗 问题是 这波小龙团感觉 感觉有点难 其实可以 因为凯南这边还行 只有凯南 对 只有凯南有这个多张力 得靠凯南了 其他几个点的话 一般 而且这一把 我觉得凯南 比之前那个要好发挥一点 嗯 之前凯南面对了什么 勒夫兰和EZ啊 主要还有个巨魔 这一把全都是 对 这一把全都是这种 就感觉也不是特别灵活的英雄 是 这把凯南还是能垫起来的 是的 但下路这波兵线进来的话 又是一层肚层要掉 再配合的先锋 这个小龙看起来 这个小龙看起来还是要让的 这边 是 W现在中下的优势还是有的 特别是现在下路 下台也要让 嗯 W还是现在这种招牌的推进节奏了 下路借由刚开始累积了优势 一推卡直接拿下来 W现在依然占据了出去的主动 下路这个一塔一拿 基本上小龙也是能拿下来 是的 哎 这一键 优势直接给大招 反手帮忙控一下 防止你继续追击 是的 但是俊佳 哎 摸过来 这个位置 还没到八级啊 也说刚才那一波F6打完了以后 他就差一点点 没他妈发育 对 他就没下野 他的经验就差一点 嗯 还是想动呼吸哥的 这边要动 呼吸哥 可以动啊 但是 但是沈阳哥并没有追上来 沈阳哥不敢进 这个 血量还是挺危险的 瑞兹在往上靠 在拼了 那瑞兹的miss 是让呼吸哥是逃过一截 呼吸哥有闪现 所以就没追了 对 结果硬追上去 可能大招换闪现 自己还比较危险 说的是现在有点看不见瑞兹 对 觉得瑞兹现在十级过来 还是有机会塔下杀两个 是 双人组 拔完了下路塔以后 直接来到上半局 而且W已经累计了两条小龙 这一把是一个风龙魂 哎呦 感觉一滴气 这一把形式不太乐观了呀 W出席结构打得太好了 是的 但还是这个问题 就是W这个阵容节奏 是不能断的 而且风龙魂的话 我觉得对ED来说 已经是最好的一个结果了 是的 这把如果火龙魂 那像杰斯呀 像这种艾西这个伤害 就有点扛不住了 对 就比较难了 所以现在ED也是能往后拖 其实跟前两把结构差不多 但现在你看经济上 W领先2000块 实在是分钟还是挺多的 还是掉的 就是一个下路的满塔嘛 对 然后中路和上路的补刀 都有一些小的领先 W这种中期是很厉害的 泰西加杰斯 感觉一定打团 还是得拖 厄非流斯 跟那个破败之王的一个装备 对 S高的在中路 这波自己 S高应该被戳到了吧 没戳到 这个看着好像是戳到 有点瘦 是 好像是戳到 体型有点瘦 现在W就是不断的 去给一地压力吧 W要就 他是有进攻压力的 是的 要不然你等这种 什么恶非流斯发育起来 还真不太好解决 一地这把就是往后拖 是的 开扫描 把视野再排掉 现在W四个人 都是做出了神话装 反正这把龙的压力 还是挺大的 14分钟 17分钟是听牌龙 对 这样20多分钟 20分钟出头 就可能要龙魂团了 谁对这把 我觉得有一个选项 是可以让这个龙魂的 感觉这段时间 接下来10分钟 他们还是没办法 跟W打团 因为你觉得蜂龙嘛 反正是蜂龙 可能影响不是特别大 接下来的10分钟 W这个艾西跟杰斯 这两个点 还是非常强势的 是的 确实W这个阵容 对蜂龙龙魂 加成也不大 就感觉一般吧 至少比火龙魂 我觉得相加于火龙魂 一定能接受多了 是的 上路都在掩护 瑞兹代线 达瑞技打先锋 对 瑞兹代线 大家和先锋 直接把这边的野技 都点亮了 这把达瑞 潜虚的节奏 真好 资源全部拿了 是的 你看上路多少个野 三个真野 直接把河道点亮了 四个真野 现在EDG很难去争啊 这一炮 杰斯这把的发育 也比之前明显要好 对 这把杰斯发育 是很领先的 其实 是的 上路 四个的这个位置 散球 想在后面阴一手吗 那就进来看了 先推到战 但卑斯 连环控跑不掉了 这一波 这一波回头想换的 差一点 所以他这波有点叹 他想打一个先手 先秒一个 感觉应该就算 就好了 第一时间就算 他感觉第一时间 控肇性 就留点这个想法 但卑斯 瑞兹 反手卤了一套 加一个泳霜 直接碰到动不了 哎呦 那这样的话 上路还能装第二头 这波很装 瑞兹先开车 送过来 打美了 这一波好转 好转 再拿下来 经纪上的领先了 四千七的经纪领先了 这波经纪一下子 扑到了两千左右 而且杰斯已经去下路首线了 一个头加两个差 而且EDG这一把 说实话 不像前面两把的阵容 他们上中间打架 是可以无脑往里冲的 这一把凯南和新德拉 都是非常的考验 他在打团时候的战位 和技能释放 但EDG他这个团战 是第一波要先拉扯一下 对 第二时间再找机会进场 这波斯高尔太贪了 他是想 不是 他是想把赵信推得 让赵信控不到自己 但瑞兹不跟你讲那些了 主要这个W 两个人习惯也很好 先进草丛 check一下 这边如果不check 直接往前推的话 指不定还真能 被他从后面阴一个人 40秒的听牌龙 那波的话 W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 是的 可以继续推 关键是 W两个先锋都打出了 巨大的优势 一个先锋下路拿到了 一雪塔 另外一个先锋 直接把上路撞通关 是 现在EDG率先在这里 布施言 扫描过来想推推到了 但这个位置是 耶夫扛低波的伤害 这波提案就开门了 新德拉维没闪的 托白之王直接倒地 中耶夫全部被秒 凯南下来也很敢 这一波凯南下来的位置 虽然很好 但是WE自己有一个虚弱 所以完全不慌 下来第一时间 就把虚弱掏在了凯南头上 而且那个小口造性啊 还有布隆这些都比较厉害 是的 哇 这样的话 只要这一剑啊 这一剑太重要了 是的 而且EB这两个 这几个人想过来 硬过但是打到的人 其实是W比较肉的一个耶夫 推到凯南直接交踢 这一剑 哦 新德拉跑不掉啊 哇 伤害太高了 而凯南这里下来这个虚弱一套 真的没有这个虚弱的话 感觉凯南的伤害能打得 应该能垫死一个 应该能垫死一个 就是那个IC 对吧 哇 这波打完感觉 EB有点裂了 有点裂了 这波又溢下来 直接中野斧就融化了 这波直接紧紧拉开到 八千多了 八千左右 现在这个W是三条小龙的领先 前期的野区资源也是全扣 对 而且这把EDG中路 也不是一个说是 后期特别厉害的应酬 这个球女感觉对象期 没有导致什么 没有导致什么效果 主要这两波的 也是新加拿大连续的阵亡吧 也是有点断节奏 但是这两波EDG是有点 不太 不太能接受的 这两波其实不太能接的 想去埋伏一波 两波都是想埋伏一波 现在W野斧就开始扫荡野区了 说实话 张比赛你想找到翻盘的点 挺难的 很难 很难 真的很难 主要现在W这个优势的话 他们在这个时间的输出 就有一点移出了 你这边谁都挡不住 你这边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前排 对 没有一个能扛第一波伤害的人 是的 基本上就是见中谁 谁就死 现在已经不讲道理的推荐了 又中了 直接控死 这个人的伤害移出太大了 约尔已经算肉的了 对 动不了 下路二台也被拆掉 中路的兵线也在推荐 现在只有凯南在外面 慢慢的去带线了 现在感觉一笔只能退守高地 哇 六座外塔 全部被推 时间才仅仅19分钟 W今天真的别的不说 他这个前线的推塔节奏 把把都是拉满的 是的 他不管是这个巨魔加炸弹人 还是艾西 就他把他们选出阵容的节奏 该打的都打出来了 而且湘克斯真的是五盘 这个位置感觉被流了 一炮打上去 直接大高 但是伤害感觉差一点 跑得好快 闪现过来 直接一个意境的敲死 这波的话 呼吸哥也是完成了一个单杀 是 而且真的是每一盘湘克斯都在游走 我看 对 今天湘克斯打真的很主动 是的 还是把拿瑞兹硬扛新拉 还是打出效果了 是 就感谢湘克斯就是三首英雄 是吧 你还 只要能放出一个 他还真能C 而且他还真敢第一个选 是 这个是绝对自信的表现 我还想把面对新自拉选 瑞兹我觉得还是 挺有勇气 挺自信的 而且还真打出效果了 对吧 503啊 今天湘克斯的发挥 也真的是达W这边的一个亮点 是的 嗯 就是我的感觉嘛 一开始在比赛之前 肯定会认为 ETG 至少在双C一个点上 可能会领先一点 是 对吧 但这场比赛整个打下来 我觉得W这个双C 在这场标舞 真的是表现非常非常好 是 哇 一炮上去 MACO三分之一血量就没有了 发现了一个布隆 但布隆 现在的布隆都戳不动 戳不动 现在EB是没伤害的 是的 反观W那边是伤害一出的 8二开 差不多 这个局面 说出来这两成的翻盘概率 也是要W给机会的 对 你不给机会 一定这个阵容还是很难翻 直接过来动龙 但这波这个口子被W的辅助卡住了 是 推了一下 所以我还可以 W的选择拉开 而且W这边也不急啊 他如果急着打龙的话 可能会给机会 所以他们拉开是最稳的选择 因为风龙魂也只剩下一分多钟了 拿风龙魂是最稳的 对 因为现在整个的视野上 EDG是不可能布了出来的 我也不给你拼惩戒 对 不给你拼什么 拼什么惩戒 到了这边 全员两件套 下一波风龙魂的话 这个杰斯的摩切也好 是的 到那个时候 真正意义上呢 就伤害 EDG是扛不住的 过来反清一波视野 至少在龙上面 别人有人过来清眼 我能看到 但回家里以后 也是两件套 两件套 两刀也快了 是的 现在W只要把这个风龙魂拿下 然后再找机会 打这个大方就可以了 这把W觉得中心这个节奏 没断过 那一波的A死林焕母 我觉得是 EDG是最伤的 对 本来其实那一波之前 就是包括辛子拉死之前 其实那段时间 EDG有点 还好 就还好 对 就那个优势感觉还可以接受 就小猎吧 对 但是辛子拉的阵王 然后再加上一波A死 直接就 直接崩了 裂开了 对 从有裂纹 到他从一个物体 变成了两个物体 是 裂开了 这样的话 风龙魂根本没有办法来防守 现在EDG只能是抓紧一切机会 让自己的C位去边线投发 是 是 这扼飞流斯的装备 现在也不太行 两件 其实这把扼飞流斯是不好C的 前面也谈到 这把我感觉扼飞流斯的效果 就是一个开团位 因为你看W个阵容 他手 几个C位手都很长 对 你A到我的同时 我这边炮呀 剑呀 都招呼在你脸上 这把鞋由 扼飞流斯 留一下人 然后让凯南 破败之王 进去 大伤害 现在整个的野区 一滴 手的是比较艰难 也要捅上来 要打俊佳 俊佳这个位置 也还好 队友也比较多 打出这边 瑞兹是第一时间不在的 看一个蛮旺交图 想过来再拉扯一下 但是这个时候 W是要找机会 打这个大龙的 后边有一个眼 不知道凯南会不会船呢 但是船好像 机会也不大 感觉现在凯南的装备 还是比较差的 主要凯南现在 没有这种保命装的话 其实别人顶着你 又把你杀掉都可以 对 容易被控死 这个也是看到了 有一个门口的路灯 看到了在打 但这边 W有什么机会吗 凯南有TP 艾西跟杰斯进场的话 打的速度就很快了 是的 看这边 我到门口血量太低了 门口是半血以下 照了一下 过来想先推一下 没有推到人 这一炮 没打到 这一剑射中了 要先秒打野 打野心被秒掉 我天雷 我天雷 我给你大招 这不可以一体机会 非常出发的角手 没有死 全台队 还上了两个人 圣语将军 又见另外 狂来 这是胡锡客 山线 坏角都没跑 那的话 还可以接手 打批这两个人 三款三 在这种绝望的情况之下 这一波 打了五个人 打了一波三款三 在落后八千多经济的情况之下 这一波已经算是奇迹团了 胡锡客也是很冷静啊 闪现意识把VIPO给 因为VIPO那个闪现过来 感觉打得有点懵着 是的 自在而逃 但是胡锡客反应过来 那这波瑞尔看得也很好 其实这一波 一半的情况 就在这个Mayco的身上 对的 Mayco也是开了 开到人 加过来 凯南之夜 我这个大招 他装备再好一点 感觉这一波真烦了 和VIPO给大招 天脸输出 差了一点 要不然就全都 胡锡客反应过来 直接一个QAE 是 这一波你觉得说 打的挺惊险的 吃了凯南一个满大 凯南这刚那一波 应该是没有法穿的吧 应该没有吧 我刚才没知道 他有没有回家出 我感觉应该是没有 那上海就差一点 哇 胡锡客也是很冷静 他知道你 和VIPO没技能了呀 对 但是这波的话 两边打出了很多的闪现 但是W还是被继续逼的呀 坦白没闪现 还差的蛮多的 是 刚才是TB加闪 等于双招才让他完成了 这波天蓝 日雅也没闪 对 这波感觉W还是优势 还是可以继续冷静下 来继续打一个龙 他这边视野 步得更深了一些 把视野直接插到了 兰巴夫野区的深处 然后他这里 等待一个有缘人 好吧 没有有缘人 W继续回来吧 但这个 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 有没有一波开车 进去直接偷 他在左边 队友在右边 那中间被和线打开了 会合不了 这就很开发 所以W这段时间 还是要打得更凶点啊 没否跟那个 生涯更新没闪的 团价的威力差很多 上尔波能打赢 主要是有闪 对 主要两个都有闪 吸来了 好 这边 斯高特也达成了 3000的生涯总助攻 LPL排在第15位 这一套 现在就是个大龙 大龙的攻防战 开车了 开车了 我没上车 但是打的速度感 ED来不及了 应该 W应该是可以 顺势拿下这个大龙 血量掉得非常的快 ED这个时候 没办法 没有办法的 打得太快 对 W还是很冷静 因为这段时间 确实是ED的一个 弱势期 感觉还是要等 但中路的防御塔 这边想过来直接推 五个人都在 感觉有机会推掉 是 应该能推个中场 对 快速的拿掉溜吧 因为这波 W也是几个C位 都更新出了 这个第三件了 是的 现在这段时间 等远古龙吧 现在这些W优势 还是很大的 说实话 这个远古龙 依然是 比较有机会 直接拿到的 这个远古龙 感觉 圣江哥跟Maco的 闪现还是差一点 而且这个远古龙 时间真的挺早的 是啊 30分钟之前的远古龙 而且在家 现在有大龙Muff的加持 冰线赛能给到 一滴级压力 这个远古龙 太难折腾了 但这一波 坎南有个秒表 不过有没有机会 给他进入到 敌方腹地呢 很难 太难了 对很难 没有闪现的坎南 是的 我感觉 有点想不到方法 你知道吧 W感觉这一波 只要直接 挖这个龙就可以了 是的 不要给一滴反应的机会 扼飞流思 是做出了 自己的无尽 三件套 他这个伤害 装备挺拼的 这纯伤害啊 现在 RV还是想 用这个大龙Muff 继续带一路 然后再去动这个 远古龙 还有四十秒刷新 凯南回家 多出了鬼叔 三十秒 这个闪现感觉 可以将将好 这WiFi 这里WiFi 权量有点低 有红刀可以吸一下 正好是远古龙 马上刷进凯南的 闪现能好 对 这个远古龙 感觉一滴还是得出去打呀 感觉还欠那么一点啊 找了一下 在居家的位置 已经被发现了 这波瑞兹不在 这波要留人 背上被扣了一下 但是MACO跟凯南 还是在等 凯南闪现差一点 MACO的闪现地好了 是的 这边远古龙已经刷新 凯南的闪现 还其实有很长时间 继续瑞兹开车过去 把一个远古龙刷了 很远速 射到波白之王 波白之王 直接交大招了 那的话没有大招 没有闪现的波白之王 W可以开车 就直接抓这个远古龙了 是的 太深了 来了 拥了 W选择直接抓 那一定应该是出不来的 这个远古龙死的步骤非常快 这样的双龙会 TP过来已经有点来不及了呀 来不及了 W非常的冷静呀 在正面本来伤害 有溢出的情况之下 现在还有双龙会 这两个车 这两个车到位了 不知道该怎么防守了 回家了以后 上次直接在TP到下路 四肩头的瑞兹 是瑞兹 虽然凯南现在有个大招 但是面对对方 就是远古龙buff啊 有远古龙接不了的 接不了 真的接不了 但是如果你不接 两路高地 最起码两路高地 都会被破掉 大家得让两路 说这话 你现在接也不一定能打得过 不接那就是两路破 对 还压还运了 应该是要手能压的 我觉得 得找机会了 对 你必须得把这个远古龙 最后的一分半脱掉 对 但现在就怕 W直接动这个 直接推门牙 但W一定是这么想的 又是一炮 那就怎么结果 这一炮 这一半先来了 知道只能回去守 回这个核心 没打过怕 没打过怕怕就好了 嗯 现在一定 得把这个兵线先清了 现在就是清兵 疯狂清兵 但是爱惜这个 W真的太过分了 这一炮 射到了 俊佳 布龙给大招 俊佳派几个秒表 等一下 这边继续的清兵 一定也是想很清楚 但是还有一分钟的远古龙 才能消失 这三十秒钟的时间 已经拆掉了一颗门牙的 另外一颗门牙能定得住吗 这一炮没有打到 俊佳派几个秒 俊佳派几个下 俊佳派几个数员 俊佳派几个秒掉了 聊天 会有远古龙 W也还是可以赢 俊佳派几个 费子弹卡 还是要死 俊佳倒地了 但是W这边有一个残血 一地的话 还剩下三个人 还有三十多秒 还有三十秒 远古龙才消失 这边传达了 三十秒 没口 推了一下 差一下 但是明显也是一四月 直接拆打也赢了 又是杀掉了布龙 哇布龙现在啦 恭喜W1 被刘兹相继倒地 恭喜W1进入到我们季后赛的胜中决赛 这一支神奇的队伍他们的传奇还在继续 发现他们这两轮比赛都是先拿两分 对 三比二 再被追两分 但是最后一把打得都非常的好 是的 这一把的W1的几 两个开车板 然后就拿到远古龙 打得非常的坚决 我感觉W1通过这一轮的系列赛 整个队伍应该会发生蜕变 我觉得质量还是挺足的 质量很足 我们看一下这套比赛几乎就是从头到尾的一个W1的运营局 该拿的资源 该打的团战 他们是一个没落下 就一波小波兰 这个被垫麻了那波 这把其实伤害打的都不是很多 主要是靠运营 是 对 猴哥说的很对 就是运营 这是一个精彩的运营 你看那个先锋嘛 这个先锋 小龙 大龙 远古龙 一个没给一笔留 一笔这边就零零零零 然后W1那边全拉满 其实状态调整的是非常好 对 那个心态其实很难闻 给到了香格斯 确实应该给香格斯 香格斯我感觉是整个比有我W1最关键的一个 对 就你每次看到香格斯是各种游走 然后各种辐射野区 而且像是他这三省英雄你搞不定的 你也办两个 你后面我跟你说 就是要么就办三个算了 把这放出来一个瑞兹他也敢选啊 你打新的拉 虽然英雄上没什么优势 但他就是敢选 而且他打出效果了 等你敢放就敢选 对啊 欢迎来到我们的三个采访 我是一双喵 请到的是Elk和Shanks来接受我们采访 先打声招呼吧 大家好 我是W1主带的香格斯 大家好 我是W1主带的香格斯 好的 欢迎二位 现在W1已经是进入到了 顺者组的决赛当中 所以想问问Elk 因为今天是三比二嘛 也是打满了熬战五场 你觉得就是在今天打完这五场之后 现在的心情和感受如何 有没有想过今天可以一个这样的姿势 能进入到这个顺者组的决赛当中 就首先连续打了两个BO5 然后都打满了 然后就肯定非常开心 然后还有就是 因为我们训练赛 就不怎么赢一一一击 然后再加上比赛赢的话 就更加开心 嗯 比赛打得非常好 状态也很好 那想问问Shanks 因为在进入到了季后赛之后 现在的W1已经是连胜了 四场BO5了 所以这个BO3和BO5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进步 你觉得走到现在 W1成长最多的是什么呢 感觉成长最多的就是 队友都互相信任了 然后沟通配合也都很好了 我觉得 嗯 而且刚刚我们在采访之前 两位还一直都在讨论 第五局的一些小小的细节 那接下来想问问的 Elk就是 因为今天第一把 其实我觉得非常非常高光的 应该就是两波的抢龙 其中有一波是你的 Easy 在三打五的情况下 一个Q抢了那条远古龙 所以当时你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为什么当时还会这么的敢去尝试一下呢 就当时打起来的时候是没想那么多的 然后感觉还可以再尝试一下 然后到后面好像打不了了 然后但是好像有机会可以尝试一下 能不能抢龙 然后抢到了的话就只能说运气有点好 嗯 那抢到了之后 你们又是怎样去可能沟通和决策 能够那么好的结束那一局的比赛 就抢了龙的话 然后我们首先就打团 就基本上不会输了嘛 然后我们就正常运营 对 嗯 好 那接下来问问Shanks 因为Shanks今天在第二第三局都是一抢了瑞兹嘛 但是想问一问 在你第二局抢完瑞兹之后 你有没有意料到 对方会在第四手选了一个永恩 当时你看到是什么样的反应 然后你是怎么样想去应对他的呢 嗯 其实我没有想到他会选永恩的 因为我也很久没有兑现这个英雄了 然后应对的话就是有人前面比较弱 就是我用瑞兹多反馈队友 嗯 那后来看到后来他们选择这个亚索 在第三局的时候 你又是怎么样想的呢 会不会觉得他们其实那样的脚跃加亚索的组合 更加的难应对一些呢 嗯 我是更觉得难应对吧 就是脚跃亚索挺厉害的 然后玩的人也挺多的 嗯 所以说也是后来他们也找到一波机会 把那一局给翻了过来 接下来下一个问题想问到Alk 就是你在第二第三局的时候 使用的是炸弹人这个英雄嘛 但其实你们在前期的时候 一直都有很大的一个优势 尤其是在你在五六分钟的时候 经常会去上路 有一波非常大的节奏和帮助 所以想问问你在使用炸弹人的时候 你大概的一个思路和 跟队友的沟通的应对的想法是什么样子 呃 就当时那几波都是 感觉时间刚刚好 然后我也可以去TP去看一下队友吧 然后所以说就这样尝试 嗯 而且可以看到 其实今天三局瑞兹 Shanks的瑞兹都打得非常的好 而且瑞兹是一个前期需要游走 带节奏的英雄 所以你在今天拿到瑞兹这一个英雄的时候 你大概的一个整体前期的思路会是什么 会觉得需要通过怎么样的一个方式 帮助哪一条路呢 嗯 想到瑞兹 然后教练就给我下了死命令 必须动 必须游走 然后就哪路能帮就帮哪路吧 必须动 必须游走 那可以看到今天其实第五局的时候 也是动得非常的 就是非常非常的好 尤其是阴血的那一波 你们两个人的配合感觉是天意无缝的 但是我想问问你们两个人有说什么吗 我有大招嘛 然后也在合道了 然后主要是我们下路对线很优势嘛 然后就飞过去 当然就可以就是收钱 嗯 而且其实在第五局的时候 对方是一抢了新德拉 所以想问一问 因为可能很多的职业选手都觉得 瑞兹是贝康特的那一方 所以你为什么会今天选出瑞兹呢 而且还在可能说对线 或者说在游走的时候 更加的有一些比较舒服的感觉 嗯 就觉得瑞兹打新德拉 虽然是劣势嘛 但是没关系 我会就要飞伤多来看他的 要飞伤多来看一看他 叫打野爸爸过来帮帮忙 接下来想问问艾奥克就是 其实在第五局非常危险的 有一波就是凯南 在你们打龙的时候 其实大了一个非常完美的大招 所以在那一波惊险之后 你们是怎么样去 可能防止凯南的这一种绕后 或者是完美团的呢 就是在那之前 可能我们的沟通有点乱了吧 然后打完那一波的时候 就感觉我们就更加集中一点 然后沟通更加好一点 然后就行 好 那接下来问问Shanks 因为下一局 即将要对阵的是Found Plus 而且杜英币选手 其实他也是一个思路很清晰 支援的路径 非常的可能说灵活多变的选手 所以你在对决他的时候 你有什么样的期待吗 有什么样的期待 就期待不被三比零吧 杜英币懂得都懂 太猛了他 我不被三比零 好 那艾奥克呢 如果说你们现在 已经进入到了胜者组的决赛 现在你们可能比之前进入到最后赛 你们的目标有没有更加的高一些 然后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对于未来 就已经走了这一步了 那肯定就是为了冠军吧 然后到后面的话 实际赛希望能取得个好成绩吧 好的 期待可以通过BO5的历练 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姿态 进入到最后的比赛当中 也希望WE能够越来越好 我们的赛道采访呢 到此就先告一段落了 接下来呢 把画面交给今天的解说们 OK OK